各位观众好 我是南洋商报记者游燕燕 今天所要谈的话题绝对是关系到很多的职场人士 相信几乎每个人在工作上都少不了使用 像是WhatsApp或者是Telegram等的手机通讯软件 而且都会被强制性的拉进公司群组 尤其在疫情期间需要居家工作的人 工作群组的信息更加是排山倒海而来 对老板来说发信息交代工作是一种方便 但对一些职员来说 如果那些信息跟自己有关的可能还好 但如果是一些事不关己的信息 而且在休假或者是下班后 还要收到一大堆的工作信息 就是一种就是真的非常的烦 就一个正式的情况是 有一位公司职员放了连续七天的长假 在那段期间他擅自退出公司群组 结果呢后果也算是蛮严重的 就是他被公司他被上司请吃了炒鱿鱼 那问题来了职员觉得自己休假 没有必要回复跟工作有关的任何信息 所以才暂时退出了公司群组 只是暂时但是上司呢就是在没有事前通知 或者是警告的情况下就把他解雇 在法律上来说这是合法的吗 而那位职员擅自退出公司群组 他有问题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刘建辉律师来谈论这个话题 他除了是职业律师也是南洋商报副刊的 商法律专栏作者 每个星期一呢都能在南洋商报看到他的大作 你好刘律师 你好谢谢你 谢谢你的邀请 其实回答你的问题先 现在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 很多公司都会采取利用这些WhatsApp Telegram E-mail 因为这些都是很方便 可以算是instantaneous mode of communication 所以他一线呢就对方就可以收到 这个是很方便的 也是一个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 一个用具啦 其实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很普遍的局势了 现在更加上疫情的影响 我们都不能去到公司工作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会采取WhatsApp 去跟员工沟通跟老板沟通 这个都是很很方便啦 这个是一个沟通会带来 做工的时候沟通的一个方便 但是也好像你刚才有提到的 虽然这些工具是很方便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会带来一些困扰 尤其是好像员工回到家后 竟然放了通后要看公司的信息之类的 有时会很烦 所以我们应该要考虑是如何平衡工作与 实人时间啊 利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刚才你提到的案件里有这个 我相信这个案件是一个Tila Kavati 还有Maxis Mobile St. John Perhart这个案件 所以这个案件我觉得是一个个别的案件 这个案件曾经真的是轰动一时了 因为在这个案件里是这个员工 在没有通过公司的批准下 竟然擅自离开了公司的WhatsApp群 所以公司也解雇了它 其实这个案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个别的案件 因为除了这个他离开公司WhatsApp的这个行为下 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而遭到解雇的 比如说是他有一系列的没有遵守公司的规矩的问题 比如说他要把Sales Report放进WhatsApp群 他没有做到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而且他对上司的态度也是有一些争议性的那时候 所以而遭到解雇 这个不是单单是因为他离开了WhatsApp群组而遭到解雇 这个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是峰回路转 因为现在这个案件 因为这个员工已经不满意这个劳工法院的裁决 所以他已经通过这个judicial review judicial review我们叫做司法审核 属于一个大概是一个上诉的程序 把这个案件就上诉到这个高等法庭 所以在高等法庭经过探讨这个劳工法院做出裁决的程序上 还有看到全部的证据的时候 然后高等法庭做出了一个裁决就是 他允许了这个员工的上诉 并决定了这个案件将会派回去劳工法院那边重审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公司在炒鱿鱼的时候 是没有给他发出警告信 那对于在疫情期间居家工作的这种情况 你认为上司跟职员在使用通讯工具处理 工作事务上应该要如何拿捏 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我们跟回普通的那个工作时间就好了 好像工作是9点到6点 我们就尽量在那一段时间去联系 如果超过了那个工作时间就不要尽量不要去联系 除非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是要一个同理心去明白大家也是有私人的时间 那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在居家工作 所以上司会觉得因为他无法去监督员工在家 你的情况是如何 所以他们觉得我在就算是已经过了下半时间 还是周末照发信息给你 其实也是很正常 也很应该回复 会有这样子的局面 我发现到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是成年人 我们可以拿捏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不重要 什么是紧急 什么是不紧急 这一块我们都是可以去分析 如果是重要的时候我们才联系会比较好 那目前为止 有没有一些国家针对这种问题修改法律呢 如果有的话有哪些国家呢 最近以我所知的是我看到西班牙那边有一系列新的一些措施 就是他们来去评估一些就是居家工作的风险之类的 所以这些这些法律上的海变 在西班牙那边是它也许公司暂时终止 利用一个 permanent contract之类的 或者甚至可以去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 但是当然要有需要 要那个员工的要认同线才可以 OK好那非常谢谢刘律师哦 相信在刘律师的讲解后 大家对这种情况呢 至少有了一些的概念或者是一些的了解 那如果以后呢 你有这个念头想要三次退出公司群组的话 那就要三次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刘律师